华林寺一家知名的加母鸭店 接到客人电话预约 要在26号的晚间订一个大包厢 客人是再三的保证 当天一定会到场 要求店家先不要收取定金 结果时间一到却爽约没有出现 电话也不接 而店家预先购买好的食材 最后也只能自行吸收 损失超过了万元 而店家也希望客人如果临时有事 一定要提前告知 才不会浪费金钱和人力 厨房里员工大锅翻炒 正在忙着准备食材 这是花莲一家知名姜母鸭店 符合式经营 吸引不少顾客上门 带家人来这边吃 就是这种契合 可以外带可以内用 尤其是店家的25人大包厢服务 特别吸引多人聚餐 店家接到大包厢订单 时间是在26号晚间6点 以为是接到尾牙大单 最后却是爽约未到 再三的保证说 他当天一定会到 然后希望我们不要收这个定金 那我们也答应了他们这个承诺 那在26号当天 其实我们已经有把所有的食材 都准备好 也都烹饪的差不多了 那时间到了之后 邓先生就完全没有接电话 预定时间一到 客人没出现 电话也不接 这下预先准备好的食材好料 成本只能由店家自行吸收 出口损失将近万元 我觉得要如果改时间 一定要跟老板先说 不管临时有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他们店家如果准备食材 那个食材都是耗费在那边 如果没有来的话 它的成本就会很高 既辛酸又无奈 店家在未付定金的情况下 还是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菜品 最后却是无辜失约 店家失望 希望临时有事 请一定提前告知 基本上我们都会要求客人先付 就是总金额的一半 然后作为定金这样子 然后也是做一个双方的履业保证 原本以为上门的是大单 最后却赔上金钱跟人力 未来也考虑要收取定金 给店家客人双方更多的保障 记者综合报道 但是这